但是,一个卡巴多西亚的教团在小亚西亚和不列颠确实可以同时使他们的教规,而且他们跟同样是原初议员的公爵和酋长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冲动感到他们的团体之间是必须相互交流和相互交涉的。 而团教士跨越国界的教设也确实是当时,我们要注意不是十字军战争以后,因为十字军战争以后贸易大新,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到十字军战争以前的几百年是国际贸易瘫痪、地中海一片方亮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主要的国际教训来源就是教士,他们感到是有十分强烈冲动,谁有没有违反教规,比如说谁的十字架的方向有没有弄反,或者谁谁谁的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诸如此类问题。 而他们感到,因为只有他们,而不是日耳曼的各位酋长们,感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大公教会的规矩不能在各地有所不同,只有他们才感到有必要产生一套普遍的规则。 因此,教会和重属于教会的各知识团体是整合欧洲的各种因素,而教会穿插介入各部落、各酋长国、各个不同社团的生活的结果,导致了造法市场的供不应求。 因为社会需要极大量的规则,而原有的规则是赶不上的,你必须被动地增加,发挥你的造反能力去增加各种规则,而增加各种规则就会产生现代美国人会称之为违线性审划的东西。 这些东西符合基督教的精神。你一个主教披甲上阵去跟别的公爵们打仗,这种做法在使徒们看来显然是极其离境叛道的事情。 这种事情合法吗?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还有,有的教士自己跟女人一起生活,而且按照当地的希望法认为她们就是接了婚,还企图把教会的领地传给她,这个问题就是十分严重。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教会法的需求出现爆炸。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长臂管辖。长臂管辖,就由罗马主教来说,是被动多于主动的。 就是说,她被迫像米兰主教谴责罗马皇帝一样,这不是个轻松的事情。因为罗马皇帝再这么摔到的,手里面还是有若干个军团可以割下你的脑袋,以后再忏悔也没来得及,现在先割了你的脑袋再说。 所以并不是所有主教在罗马皇帝杀人的时候都敢于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谴责,但是极少数敢于做这种事情享有极大的道德威望。 罗马主教跟米兰主教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威望跟罗马教廷的身份并无必然的绑定。 例如,米兰主教如果是一个极其出色的人物的话,他的威望和比罗马主教还要高。但是罗马主教既然继承了圣彼得的传统,所以他就肩负了一个全世界都仰望的声望。 就是说,别人不做或者是做错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做或者是做错,不作为或者是错误作为的话,大家就觉得这特别不能容忍。因此你肩负了一个事实上的重大的包袱。 在查理曼时代以前,这个任务显然是包袱而不是利润,但是他们还是硬扛下来了。实际上,罗马教庭的主要资产是这个时期的主教们打下来的。 这种其实最初跟道德训诃和评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仲裁权,到最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强大。 以至于出现了如此矛盾的现象,就是罗马主教在自己的罗马城里面经常由于封建性的纠纷,被意大利的各个豪们揪出来痛打,在罗马城里面待不住,必须十分狼狈地逃出去,他们不断地逃穿。 在十一世以前,基本上罗马主教被赶出罗马城的事数是极其平凡的,但是英国国王和法国的国王随时都可以把意大利那些诸侯四成罪骗,却为了在里昂争夺为罗马教皇牵马的权力,差不多就要大打出手。 他们在远方的蛮族世界却享有如此至高的威望,以至于他们私人的意见都不能随便说出口,因为随便说出口的意见很可能会有法律的效力,会有那些头脑简单性格梗质的蛮族,会豁出老门去执行你的判决,引出你自己都预料不到的后果。 因此,这样的判决必须极其谨慎,必须有一个专家小组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来辅佐教廷。罗马主教是不能随便说话的。 这样的专家小组就变成了教廷官僚机构的起源。